如果听众想购买今集袁医生所提及的产品 可以打去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号码是28824848 又或者可以浏览陆创意健康店的网址 www.helthshop.com.hk 欢迎收听原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我是Della 今天会继续和袁大明自然疗法医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二年自然医疗资讯 和最新的发言 让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乐的人生 Hello 袁医生你好 Della好 大家好 袁医生你今天帮我们听众介绍一个topic 叫做Enchondroma 中文就是内生性软骨瘤的同类疗法 这个病呢这个名字我们都很少听过 我在Google上面找到就说是属于一种的良性的骨肿瘤 那么就发现了在那些手啊脚一些短骨的骨髓的那个里面 通常都是一些的属于一个圆发性的瘤来的 而有时在这个临床表现上好像是一些骨折的情况 我们都很少和是比较是一些年轻的人士容易会是患上这个 这个内生性软骨瘤这个问题 很少听到为什么你会想和大家分享这个问题 其实这个病在我自己的临床上 我都没有机会需要处理的 因为不是那么多人有的 但是基本上都是一个属于良性的软骨 就是骨膜的那些软骨 是在那里出现问题的 那一般患病的人应该年纪应该比较轻一点 十岁到三十岁为主 通常他们在X光里发现 或者他最初觉得那里有点痛啊 或者走路走多或者跑多之后突然之间 那些骨里有一些不色的痛 那就装着X光 一照就会照着有一些狠 有一些是盖化的症状 有些可能是磨蚀性 有些可能是斑点盖化的 那为什么我会一排之间和大家分享呢 其实最近我在网上 我一直看着一个节目 这个节目其实香港很多人看,外国人也很喜欢看 因为他看的都差不多接近100万 未有100万,但也很多 因为你是一个外籍人士 他在大陆生活了一段时间,几年之后 其实他做电脑,他发现很多西方传媒 很多是很负面地报道中国的资料 因为他自己在中国住了这么多年 他觉得很不奋气,完全是歪曲事实 于是他自己做了一个节目叫做火窝大王 我相信他的人是在深圳的 他叫做火窝大王,原因是他很喜欢吃火窝 但是他当然是英文说的 这个节目是很好的 因为他做了很多深入的调查 他是去引证,就是实事求是 就揭露很多西方传媒的那些不实的报道 他就很多很多次,就是一扎一扎来都刺穿了他们 所以当然这些节目是比较属于少数 但是也很难得,有一位有正义感的外国人士 似乎对中国就好打不平 大家都了解了,中国当然是一个 过去真的有出现过很多的问题 但是整体来说,中国的走这条路 现在可以说是很清晰 是很成功的了 但是始终呢 西方传媒一直都不会正面看中国的 很歪曲来看,就是专门看负面来报道 难得有这位叫火窝大王 因为他的节目其实讲得很好 很短的,通常十几分钟 他最近就讲一些中国历史 我又没有机会,一个这么浓缩的讲中国历史 我有机会,基本上他的节目每一集我都看完 但是最近他就说起,他原来发现自己患了一种病 无意之间,他说他最近跑步运动 发现脚有点痛 结果他去照X王,发现出现了这种病 英文叫Encontromat 其实就是内身性的软骨瘤 当然他为了这件事,看到很多医生 他都很公开的 第一个医生怎样说,第二个医生怎样说 基本上看了七个医生 但是我感觉上他所看的医生 全部都是西医那些 在西医的角度来说 在表面的X光体 应该是这种内身性的软骨瘤 就是良性的 但是也有机会 可能属于另一种是恶性的瘤 这种恶性的瘤 叫做Condrosarcoma 但是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之后 这个是比较危险的 视乎你第几期 如果是第一期的话 就是那些瘤 慢慢生长 如果你及早去处理它 可能也有复原的机会 也不错 但是如果你去到尾期 尾期的时候 就比较难复原 当然如果他们的做法 基本上都要靠开刀 把这些骨瘤刮掉 当然良性的那些可以刮掉 但是如果是属于那种恶性 恶性是没有办法 他要做抽组织的 当然抽组织是一个手术 用骨的组织都不是那么简单 但是火火大王就说 医生跟他说 其实抽组织都很难知道真相 因为似乎你抽的地方 对不对 如果你抽的地方是没有鸭细胞的 那么你以为没事 其实可能有事 但是结果他都很公开的 就是告诉你 不好意思了 我最近就发现自己有些病了 让大家知道 把X光折扎出来 我看到他的位置在脚那里 在长脚那里 有些有看到X光的病 当然了 他现在也没有说他怎么做 他也没有考虑到 除了西医的去检查 开刀 他就决定走过这条路 因为始终开刀 这些是骨的开刀 不是那么简单的 你要把肌肉拆走 要刮开很多肌肉 走进去搞的 肯定康复得很长的时间 但是最大的问题 把刀 大家再认真去想一想 其实那把刀 是只能够将问题的结果 刮开 刀就不会令到你的问题 不要再出现 因为它不是治病因的 它只不过治病果 不论什么因由也好 如果你拿把刀割走 或者撤走它 其实这些都是指标不治本的 是 但是如果人能有一种方法 是令到你的身体 是自己医好区 就是内部的能力 去自己克服医好区 这个才是真正有效的治疗 对不对 在同学疗法里面 也有这些经验的 我都看过 在同学疗法对这个 所谓Nconsumer的疗剂 这些疗剂差不多有成十一只 意思是说 这十一只疗剂里面 是成功地医过 或者舒缓过这种病的 这个就是说Nconsumer本身 但是始终骨疗是 挺常见的 OK 如果我们看回在同学疗法的资料库里面 reparatory 也记住很多时候是骨的肿瘤是怎么医的 就算是恶性、良性也好 记录了很多的 差不多是过百疗剂 其中很多是Bolt Type Bolt Type意思是说 就是很多次重复地、成功地医过这种病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 其实遇到这些问题 是同学疗法的工具库里面 是疗剂里面有很多的 有很多的有效的工具 好了 我不能够和大家 分享差不多成过百疗剂的疗剂 但是我只和大家分享一几只 我觉得如果要我去用疗剂去医这位火窩大王 我也希望 我都留在他的留言信箱里我都说了 其实你可以考虑用同学疗法的 我也希望有机会可以帮你 其实很简单 他未吃一个疗剂 吃一轮吃一个月两个月 第一如果你有没有症状 有症状 譬如你本来痛的 跑到这么久 比如跑一个小时会痛的 你吃完了之后 治疗了一个月之后 你便试一下去跑一下 或者你按下去有些地方 可能按下去也会痛痛的 或者可以再做X光便 你吃了一轮之后 你看看你的症状本身有没有减轻 痛彩有没有减轻 因为很简单的方法 不需要用开刀的 如果你要用什么疗剂呢 我会第一个建议他 我会用一种钙的疗剂 叫做Kalcium Fluoride Kal-Fluoride 枯化钙 Kalcium Fluoride OK 通常这个枯化钙 通常是用在很多骨组织的问题 譬如骨的畸形 或者骨齿 很多人有骨齿 还有外身性的骨油 即骨齿 即骨子是突出的 可能腰背痛、骨质、鬆疏等 只要你一看 这个疗剂很明显 是很配合现在的病征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疗剂 我们可以用30C也好 6X也好 可以让他用一段长时间 同样 Kalcium Fluoride 很多时候我们会用在植物肿脏 或者是白内障 这方面的情况 其实都可以用得着 但是最用得着 就是骨齿、骨瘤 就是有些突出的 通常Kalcium Fluoride 都比较瘦的体型 就是比较瘦瘦的体型 还有一个情况之外 譬如有时沈蚊仔发现 沈蚊仔的牙齿 那个牙齿的发狼质 有些裂 譬如你看到有些人 以前很流行的 有些人吃四环素 牙齿的发狼质全都变色 在这种情况之后 大家不妨都可以试试 用Kalcium Fluoride 当然在这种情况之后 用的时间要比较长一点 起码用它几个月 来试试 所以这个发狼质 其实应用的地方 都是挺多的 好了 还有一个情况 譬如骨齿 有时小孩子的骨骨 脚膨胀 脚膨胀 某种原因是突然之间 硬硬又涨 脚膨胀的东西 是有些少少 脚大 变形 你可以想到这个疗剂 OK 好了 这个疗剂 这是一个疗剂 我会当作一种首选 是 是 头一个 第二个疗剂 叫做 赫克拉拉伯 是一个海克拉火山灰 在我同学疗剂的课程里面 我应该都教过这个疗剂 这个疗剂 这个疗剂是怎样的 很有趣 背后有个故事 这故事说 有位同学疗剂医生 叫Galph Wilkinson 有次去冰岛旅行 他发现冰岛火山 海克拉火山附近的羊群 很多刀山有一种 那些牙骨 那些牙床骨 那些鱷骨是真身的 就是下巴那里 那些骨好像K形那样 是 突出那些 他发现这个情况 还有发现 他离开火山 软一点的牧场里面 那些羊群和牛群 那些奶汁都是干沽的 还有呢 降落在软的地方 就是牧场圆的地方 那些灰呢 是比较小的 那些灰是更加有害的 OK 那 好了 那他会发现 咦 为什么这么有趣 就是 就是这些 就是这些羊 为什么会这么畸形呢 那会删掉这些这样的 就是骨牙啊 骨齿啊 骨柳啊 那他就怀疑呢 就有没有 有很大机会呢 是不是这个火山 那些火山灰的 那些土壤呢 那些草呢 是会导致这个症状的 那于是他就用这个 就是用这个呢 就成为一个疗剂呢 开始医治呢 很多这些这样的骨肉柳啊 那些外生性的骨油啊 和骨炎啊 或者下巴的骨头呢 是畸形的那些生长 OK 那这个呢 也是一个很好的疗剂 我们用过 都在不同的地方 那有时候 我们用有些病人呢 那些手呢 就是可能是 勞損之类 或者是经常磨擦 那磨擦 那磨擦到 你发现骨头呢 就直接肿了起来 那我发现呢 这个疗剂呢 是非常之有效的 是 帮他呢 是令到他的痛楚 很快地减低 那令到他那个肿的骨头呢 是慢慢慢慢慢慢缩绝 OK 那这个是我另外一个 一个选择 就是我会用在 这一类的病人的身上的 好了 那另外一个疗剂呢 就叫做 碳酸钙 Calcaria Carbonicum Calcium Carbonate 那这个呢 相信呢 是对 有些有学童的疗法的同学 都应该都听过的 那这个呢 很多时候呢 是对一些骨头的成长的过程里面 是出现问题的 那我曾经看过了 我告诉你呢 在这种的 Anchondroma 这种病呢 很多时候呢 是数年轻的 十岁到三十岁的 那就是说呢 在这个病人呢 或者小朋友呢 在他的成长过程里面 骨头的成长过程里面呢 是出现这些骨头的異常的问题呢 那这个疗剂是一个很好的 那当然呢 我们经常用的呢 就是很少说我们要医这些骨头的 通常用在那个炭酸钙呢 用在这些宋钙呢 是那个出骨齿的时候 就是生骨齿的时候 就是那个Bone growth 是 就是成长的时候呢 就是骨头痛啊 那这样的 那这些呢 我很多时候呢 就会用在一些 就是因为骨头的营养不良啊 或者出牙齿啊 这些这样的情况呢 我用在这个疗剂呢 是非常之好用的 OK 那我相信呢 就是如果 如果有机会 我又可以 帮助这位火火大王呢 那我就会建议他呢 就是用这几只疗剂咯 很简单 那你先试一诗诗 你先试一诗诗 OK 那当然呢 最好就是你有痛症的 就是如果你某个地方呢 是走得多会痛的 那你就吃它一个月了 OK 那吃了之后呢 你看看痛症有没有减 如果痛症有减的 那就用X光去跟进 是 那如果你试了一个疗剂 好像效果一段时间 一个月都没有什么特别分别 那就试第二只 OK 那因为呢 始终呢 这个的 这个内身性的软骨瘤呢 是一种 就是慢性的病 是 就是不急的 你不需要去搞的 因为如果真的 你开到之后呢 你看看康复都成半个半年的时间 一定的 你可能都要挂掌 那 比如是这样呢 索性呢 试一下这几个同学疗法的疗剂 是吧 嗯 我觉得相信很大机会呢 是可以帮到这位的 这位的 这位 病者 这位 火窩大王 我都觉得他真的 对中国不错的 就是他是一个很少的人呢 是自己做一个 网堂节目呢 是就是 就是 就是 澄清了那些 外间那些 西方那些 歪曲那些 报道的 嗯 是 那么有正义的朋友呢 就是很值得 就是他那个健康上面 是 是备受关注下 这样的 是 多谢袁医生今天和我们 讲解了这个 叫做 内生性软骨瘤的 一些同类疗法 那其实 刚才提及的 那几个疗剂呢 那 除了是说 针对性的 这个 内生性软骨瘤 这个症状呢 其实 刚才都提过了 很多时候呢 都是在一些 在骨质方面 出现了一些的问题呢 而是可以 用到这个疗剂的 那 譬如刚才讲过 你都好像小孩 在成长的过程里面呢 那 他们要 标高啊 那些什么的时候呢 可能有所谓 有些的 就是成长中的痛 Growing pain 那些这样 那些疗剂都可以 帮到他们的 那个 传育效果的 那希望呢 大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后呢 对于有什么的问题 都可以呢 是及早去医治 是找到适合的方法 就不要等到呢 就是说 做了一些呢 是错误性的选择 譬如好像 刚才讲过 如果这位的 主持朋友 去了做一些 听那些西医讲 去做了手术啊 开刀刮骨啊 那些东西的时候呢 那可能 复原时间也都很长 也都可能有机会呢 引申到一些的 后遗症那时候 才来到搞呢 就更加麻烦 更加需要呢 是长的时间去去处理的了 那我们 用这个 自然療法 累与你的 的节目 都希望呢 是可以帮到更多的 听众呢 他们是那个 健康上面呢 得到有一个 很全面的保障的 你刚才提及到 那些的 同类疗剂呢 可以在我们的 陆创意健康店那里 都会有手的 或者如果想了解 多些 关于这个 同类疗法呢 可以留意回 我们那个 亚洲同类疗法 学校的网址 就是 www.ahri.com.hk 那我们定时呢 都会有一些 的课程是 可以给大家 去 去了解的 今天多谢 袁医生 和我们分享 如果各位有些 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和袁医生做一个 会诊 电话号码是 25773798 陆创意的电话号码 是 28824848 而在海外的听众 也可以透过Skype 和袁医生做一个 网上的会诊 可以E-mail到 cs.naturalhealing.com.hk 预约 如果想重温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回 YouTube搜寻 治疗法语理 就可以听回我们的节目了 好 今天 谢谢袁医生 拜拜 好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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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